HELLO,大家好,我是利奇科技应用工程师Lidia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自己做一个安全又高效率的行动电源 首先要准备一下材料 18650规格电池轮四节,保护外壳一组 最重要的就是利奇科技RT9480行动电源电路板一片 挑选行动电源控制电路时,有两个基本的保护功能是不能忽视的 首先是短路保护 常常听见新闻报道中,有民众把电池放在包包中 正负极和钥匙这类的金属物品同时接触后 产生短路甚至引发爆炸 这类危险性就必须靠短路保护来避免 再来就是过充过放保护 因为离电池被过度充电时可能发生爆炸的风险 而过度放电的话就会缩短使用寿命 所以必须自动在电池充满电池 立即切断充电电流提供过充保护 而在电力快要用完之前 要能自动启动过放保护来避免电池提早受中正寝 整个行动电源中 最重要的就是这颗RT9480行动电源控制IC咯 立即科技的RT9480行动电源整合晶片 除了内建输入输出过电压保护 输出短路保护 输出过电流保护等各种保护功能外 它还支援智慧型边充边放 低电压USB整扯 防高温调节充电 自动续充整扯 而且具有24小时强制停充防护 电池温度及时侦测 和一键保护解锁功能 并且符合日本JETA安全充电规范哦 这么多的功能整合在一颗QFN4x4的IC里 磁器电路板就像这样子 和市面上其他行动电源电路板相比 零件数超少 电路超简单 功能和安全性却更好哦 接下来我们就用 基本的检查吧 接上USB充电线 如果电路板背面的LED开始闪烁 就代表电路板正在对电池进行正常的充电 接着把电路板和电池一起放进保护壳 就完成一个属于自己的行动电源咯 完成咯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行动电源的效能表现吧 以4颗2600mAh的电池并联 经过力气科技RT9480深压5V 1000mAh放定测试 转换后可用电量约为8400mAh 相当于iPhone 5S可充电5次 iPad mini可充电1.6次哦 再来看看板端转换效率 实际测试的结果在2.7V 3.7V和4.2V时 板端效率都非常高 以一安培输出为例 4.2V的转换效率高达92.5% 打个比方 假设以16000mAh的行动电源来说 每增加10%的转换效率 就相当于可以把一支完全没电的iPhone 5S 多充饱一次哦 除了多种安全防护 高度整合和非常棒的效率外 力气科技的RT9480 还能全面相容HTC Apple 华为 小米 Samsung Sony 等大厂的各类行动装置 让你随时随地可以安全 又快速的充电哦 大家都看清楚了吗 下次购买行动电源前 记得挑选安全又高效率的规格哦 你可透过我们的代理商取得 可直接使用的RT9480 行动电源公版 或上力气科技官方网站 www.richtech.com 下载相关技术文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www.richtech.com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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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